这个小镇上住着一个名叫李大爷的老年人,他已经退休多年,身体一直也还算得上硬朗,可就在最近几年,李大爷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开始出现了眼花、头晕、体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儿女们急忙将他送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李大爷的脑部血液循环不佳,主要原因竟是他每天吃太多糖果了,原来李大爷是个甜食爱好者,在他的生活中,每天都要吃一些糖果。 当甜食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时,他已经失去了对糖果食品的控制,他不知道糖果会损害健康,因此任其肆无忌惮的食用,最终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医生向李大爷的家人声称,如果他不尽快控制糖果的摄入量,可能会对他的健康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李大爷不禁感慨良多,意识到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相信许多人都喜欢美味的甜食,却因为健康原因常常被告诫要少吃。 那么,糖吃的过多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危害呢?身体的哪些症状提醒我们该小心了呢?又该如何有效避免摄入过量的糖分? 一、人为什么会喜欢吃糖? 对于许多人来说,糖是一种让人快乐的食物,无论是甜甜的巧克力,还是口感酥脆的糖果。 糖让我们感到满足和愉悦,究竟为什么糖会如此让人著迷,甚至因此引发健康问题呢? 人类天生对甜味偏好,在早期的进化历程中,寻找高糖分食物是为了获得足够的能量,并保证身体的正常运作。 因此,我们对甜味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这种偏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口味和饮食习惯。 吃糖能带来短暂的快乐和满足感,当我们咀嚼甜食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 这是一种与愉悦和奖励相关的神经地质,让我们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暂时摆脱压力和烦恼,获得短暂的快感。 吃糖还与情绪有关,糖能够刺激大脑中的安抚中枢,释放出一些抗压和舒缓情绪的化学物质,如内肥胎和血清酥。 这种暂时的情绪环节,让我们认为吃糖是一种有效的应对负面情绪的方式。 商业宣传加重了人们对糖的依赖,在现代社会中,糖作为一种大众化的食物,也成为了商家重点售卖的对象之一。 商业宣传巧妙地利用人类的天生对甜味的偏好,加重了人们对糖的喜欢,以此获取商业利润。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盛的时代,吃糖的快乐几乎是触手可得,也因此糖类引发的疾病率持续增长。 由此了解一下糖类的危害即会出现的症状也变得十分必要了。 二、出现这些症状,可能是糖吃多了。 过量摄入糖分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当我们摄入过多的糖分时,身体可能会给出一些警示信号。 提示我们糖吃的太多了,赶紧来对照一下你是否也出现了下列症状。 体重增加,当我们摄入过量的糖分时,我们摄入了额外的能量。 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利用或消耗这些能量,它们将被储存为脂肪,从而导致体重增加。 疲劳和能量不足,糖分是身体的主要能源之一。 但摄入过量的糖分会导致血糖水平迅速上升,然后急剧下降,引发能量起伏,使人感到疲劳和能量不足。 频繁口渴和多饮水,过量摄入糖分会导致高血糖状态。 刺激肾脏排出更多的尿液,从而引发身体失水的情况。 这种水分丢失会导致口渴以及频繁的尿液排泄。 多食和甜食渴求,过量摄入糖分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然后下降。 而糖分的消耗会使大脑中的血糖水平下降,这会刺激我们的食欲,特别是对甜食的渴求。 消化问题,过多的糖分可能刺激胃肠道蠕动,导致肠道无法吸收足够的水分,引起腹泻。 也可能会引起肠道内的气体产生,进而导致负胀和负痛等不是症状。 还可能刺激胰岛素分泌,影响胃肠道正常消化。 口腔问题,经常出现牙齦肿痛、口臭和牙齿敏感等,可能是细菌和口腔中的糖结合。 产生酸性物质,损伤牙齿的牙幼稚,导致蛀牙和牙齿腐烂。 皮肤问题,皮肤状况恶化,出现挫疮、湿疹、过敏等,可能是由于高糖饮食导致血糖的剧烈波动。 进而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损伤皮肤的弹性和健康。 心血管问题,如果经常出现心剂、胸闷和血压升高等症状,可能是由于长期高糖饮食导致了血糖和胆固醇水平升高,损伤血管,加大心脏的压力。 上面这些症状可能表明摄入糖分过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例如压力、疾病、药物或其他饮食成分等。 因此,当出现上述症状时,我们不能单纯地将其归咎于糖分摄入过多, 但当多种状况同时出现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及时咨询医生的意见,获取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看完这些症状,你是否有所感受,知道了这些症状,它的危害也不能少。 三,一口糖竟会伤变全身。 一,糖类的过量摄入暗藏这些风险。 糖类是高热量的食物,长期摄入过量的糖类会使得人体能量过剩, 导致脂肪积累,进而导致肥胖。 过量的糖摄入还会让身体分泌出更多的胰岛素。 抑制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也会减少脂肪的氧化,加重人体负担。 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 还会影响人的情绪、自尊心和生活质量。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胰岛素抵抗引起的一种慢性代谢病。 人体内的胰岛素是调节血糖唯一的物质, 其作用是促进葡萄糖进入细胞,从而使血糖水平得以控制。 然而过多的糖摄入会引起胰岛素分泌过多的问题,导致胰岛素抵抗。 长期以来高血糖和胰岛素抵抗会导致胰岛功能逐渐丧失, 最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研究表明,过度的糖摄入会提高血脂水平, 同时增加血液凝快的形成几率。 这两个因素都会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 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 因为高糖饮食会破坏人体内的健康微生物, 而这些微生物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吃高糖饮食会使这些健康微生物失衡,导致免疫系统失调。 口腔中的细菌可以利用糖类产生酸性物质、 腐蚀牙齿,导致曲齿和牙周疾病的发生。 长期摄入过多的糖类会给口腔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二、过度吃糖伤身还伤心。 过度摄入糖会影响到多巴胺和骨胺酸等 与情绪调节有关的神经地质。 过度摄入会增强人们的情绪体验,出现亢奋的状态, 而反复摄入大量糖分则容易导致情绪状态的波动起伏。 血糖骤升时,人们会感到兴奋、热情、快乐。 而当血糖骤降时,则会感到疲惫、低落、易怒。 长期过度摄入糖会导致血糖水平频繁咒升咒降, 甚至出现血糖不稳定的情况, 从而导致情绪波动更加剧烈。 长期过度摄入糖分会导致大脑的代谢紊乱, 从而影响到脑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 而葡萄糖是人脑必须的燃料之一, 因此吃糖没有节制就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甚至影响到人的学习和工作。 长期过度摄入糖分会干扰人脑内的神经元信号传递, 对海马体产生负面影响。 加速海马体内神经元的萎缩和失火, 从而导致记忆力下降和认知回路失调, 影响到人的思考和决策能力。 长期摄入大量糖分会对多巴胺和其他神经地质的分泌产生负面影响, 这会导致人对糖分的耐受性下降, 需要不断增加糖分的摄入量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进而表现对糖上瘾。 糖分的上瘾行为与其他成瘾行为的特点相似, 容易导致个体产生强烈的愉悦和满足感, 但同时也会影响到个体的社交、 情感和认知能力从而导致行为上的问题。 4.应该怎么吃? 专家这样说, 一,想办法减少糖的摄入量, 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 因为许多加工食品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如饮料、糖果、饼干、蛋糕等。 因此我们应该避免食用这些食品, 而是选择天然食物, 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蛋白质丰富的食物等。 食用低糖食品,在市场上有一些低糖食品可以选择, 如低糖饼干、糖果、冰激凌等。 这些食品经过处理, 糖分含量被降低, 并添加了其他成分以保持食品的口感和质量。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低糖食品不一定是健康食品, 因为它们可能含有其他成分, 如人工合成的甜味剂, 这些成分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自制食品可以有效减少糖的摄入, 因为我们可以控制加入食品的糖分和其他成分。 例如在自制甜点中, 我们可以使用天然的甜味剂, 如蜂蜜、黄糖、椰糖等, 以替代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和白砂糖。 二、以下这些食品专家推荐。 蔬菜是一种富含营养物质的食物, 含有大量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等。 此外蔬菜几乎不含糖分, 因此是一种理想的健康食品。 每日应该摄入至少五种不同颜色的蔬菜, 以保持身体健康。 水果是一种富含营养物质的食品, 含有大量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等。 虽然水果中含有天然的糖分, 但是不会对身体和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是一种理想的健康食品, 每日推荐摄入两份不同种类的水果。 坚果和种子是一种富含营养物质的食品, 含有大量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 矿物质等。 虽然有少量的糖分, 但是不会对身体和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是一种理想的健康食品, 最好每日少量摄入。 糖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 但过度的糖摄入会给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摄取方式一定是不可取的, 警惕一口小小的糖隐藏的巨大风险。 当出现可以症状时, 一定要及时调整饮食, 并寻求专业医护人士的意见。 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结构, 有意识地采取积极方法, 有效规避糖分的过量摄入, 促使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健康安稳。 感谢观看。